oh my god 這條片的原因是因為我的朋友和我弟弟都是同一個月份生日的 然後我就打算親手做一些甜品來送給他們 第一樣我要做的甜品就是檸檬炭 Hello 大家好 今天是我朋友的生日 所以我就想來做甜品送給他們吃 首先我會先做檸檬起司 因為它是冷藏的 需要幾多小時 所以必須要先做一回 我兩個朋友都是同一生日的 我今天都是病病的 所以大概都不會給很多照片 我要用熱水洗乾淨的檸檬皮 因為檸檬皮很油膩 然後這個就加進去做蛋糕 我就打算做各種甜品 一種就是這個啤酒 然後一種就是這個檸檬起司 不過要看我的身體狀況 因為我今天做多一個菊田餅 現在就用Merry餅來做蛋糕的底層 餅裡面加些檸檬皮就會香很多 好香檸檬 攪好幾次就是它裡面躺三十分鐘 檸檬塔做到一半 我真的很累 已經撐不住了 所以就休息了一下 活動一下根骨 骨頭隔隔隔隔隔隔隔 休息了之後 就要做奶油芝士盆 糖加到軟化的奶油芝士 攪拌均勻 之後就加一些Galadim 因為這個甜品是沒有放進焗爐的 所以加些明膠去固定它的形狀 說明了是檸檬塔 當然是不少檸檬汁和香香的檸檬皮 很隨意的托去打發冰冰霜 打發冰冰霜後就和香香香搅在一起就可以了 之後把雪櫃扔上去就完成了 之後我要來做的甜品就是這個巧克力 可以炸冰霜後就像短暗壁一樣 所以要看到它就用放進去 不可以炸冰霜更加大雲 所以拉拿來錬牠 還要讓我用火力 加熱好,加熱好,加熱好 加熱好,加熱好,加熱好 加熱好,加熱好,49個 加熱好,加熱好…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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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朱古力放出各自的名字 這個朱古力真的要很快瘦 因為它溶得很快 終於來到尾聲了 我要來做的就是碟豆花麵花糖曲奇餅 牛油打到變成淺黃色就可以了 雖然有點累 但是最後我還是決定做曲奇餅 因為發現兩種甜品之中的盒子不夠大體 我弟弟明天就從KL拿回來 我們就打算去陪婆婆 還有順便幫我弟弟保祐他的生日 因為白月頭的時候就回不了 所以我們就沒有跟他慶祝 除了麵花糖之外 我還會加合桃和白朱古力入曲奇餅 搞定之後就放入雪櫃30分鐘 加過麵花糖就可以準備焗了 這個麵花糖的雪蓋做的 竹杏餅 麵花糖的雪蓋 曲奇餅烤好之後就加上雞銀 也有生氣很多 而那雞銀 我會加少許朱古力醬來粘上曲奇餅 那裡 為了用來用來浸上我的蛋糕 我總共要送給三個人 我兩個朋友是同一生的 即是今日的朋友 還有我小龍 終於搞定了所有東西 現在就來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蛋糕是賣的 同時我都裝修創手 裝飾了一下我的檸檬塔 Oh my god 我肯定是看自己太空了 所以被公子結了 什麼都沒有看到 剛才睡了一下子就好了很多 然後剛才的腰骨還痛痛 現在就好了很多 之後就煲了涼水 一直拼命喝涼水和水 為什麼到最後都沒有送到呢 下一條影片告訴你 希望大家喜歡這條影片 如果你喜歡我拍什麼類型的影片 你可以在留言留言給我知道 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